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人物 和习近平川普都很好 美国驻华大使现在两头难 来自爱奥瓦州的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如今受到了美中贸易战火的夹击 两边为难 他的故乡农业州爱奥瓦州 正成为中国的反击目标 他与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殊交情 也面临着考验 2017年布兰斯塔德结束长达22年的爱奥瓦州的州长生涯 成为了美国驻中国大使 对这一使命 川普和习近平都很用心也很满意 布兰斯塔德曾对川普总统竞选活动予以支持 他的儿子是川普在爱奥瓦州的竞选负责人 美国官员表示布兰斯塔德可以联系到川普 在华盛顿与川普会面及通电话 这对美国大使而言并不寻常 布兰斯塔德在北京露面的时候也表示 川普对他的任命是考虑到他曾与习近平的交往 1985年时任爱奥瓦州州长的布兰斯塔德接待了当时的县委书记习近平 这是习近平第一次访问美国 他在此考察美国的农业生产 布兰斯塔德在中国被作为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今年1月30号 习近平邀请布兰斯塔德全家参加春节晚宴 布兰斯塔德称习近平询问他的小孙女是否喜欢上学 他还见到了习近平曾就读哈佛大学的女儿 知情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布兰斯塔德在川普政府内部反对关税和限制中国投资的措施 担心中国的反击将殃及美国农户和企业 然而在川普推进对数百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 布兰斯塔德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已经向川普表达了他的观点 一旦政策敲定他会全力支持 今年随着中美贸易紧张关系加剧 布兰斯塔德定期会晤了习近平的副手 其中包括习近平最高经济顾问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布兰斯塔德对其接触高层的效果持谨慎态度 他表示 现在预期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还为时太早 知情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中国对美国进口大豆及其其他的农产品 加征报复性的关税之后 布兰斯塔德私下也表达了沮丧的情绪 因为他觉得尽管与习近平有交情 但仍无力在贸易谈判当中促成更多的进展 当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与美国贸易代表 布兰斯塔德作为谈判人员的地位 波卡斯说 由于川普总是改变主意 布兰斯塔德工作很不好做 他根本不知道川普明天要做什么 可又不能这么和中国说 布兰斯塔德表示 川普会根据新的信息调整政策 改变和调整总是会有的 知情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上个月底川普放弃了一项 严格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的计划 布兰斯塔德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布兰斯塔德表示 这样的计划将伤害投资人的人气 当美问及此事时 布兰斯塔德表示 我真的不希望因任何事情鞠躬或揽上骂名 做出上述决定的人是总统 在担任驻华大使前 布兰斯塔德大部分生涯都在爱奥瓦州 他表示 难熬的时候 他会提到他父亲在农田劳作一天之后 说的一句话 今天我们干的活不多 但我们明天会继续干 1983年 36岁的布兰斯塔德成为了爱奥瓦州最年轻的州长 当时美国针对苏联实施禁运后 美国农产品需求下降 农库债务飙升 而当时美国美联储奉行紧缩货币政策 推行融资成本上升 该州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之中 在他北京办公室的桌子上 布兰斯塔德摆放了一句格言 困境不长存 硬汉永长在 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业危机期间 他读过的一本励志书的书名 他说 我觉得真正考验一个人品格的 是他如何处理挑战和困难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人物 李卓越为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